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十五节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过犯是错误过错 罪设不重地的意思 正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犯错 所以主在这里 要我们去饶恕人的过犯 特别这个过犯是别人得罪了我们 而带来了我们对他的怀悦或苦毒 饶恕的原文是动词 有取消、原谅、允许、容忍的意思 在这里有 前走某个人或对某件事情放手的意思 主教导我们饶恕的重要性 因为饶不饶恕人是牵扯到天父 饶不饶恕我们的问题 什么是饶恕呢 从原文的意思 也可以说就是放走这个人 当我们恨一个人时 就好像把他关在自己的心牢里 而当我们饶恕他的时候 就等于是把他从我们的心牢中释放出去一样 为什么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后 紧接着就教导我们饶恕呢 因为饶恕别人的过犯 应该是基督徒的生命表现 也因为深知道自己是蒙受上帝的饶恕 与救赎大恩的人 因此自然就产生了饶恕的行动 感谢观看